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会把那个参数给我传入进来啊 是能够这样的方式能够去拿的 那我们说那个时候所定义出来的这个require的对象 它实际上是属于一种叫做局部变量吧 对吧 局部变量 每次调用你这个仕途还速的时候 传送过来的require的对象都是不一样 都是不同一个 所以呢才代表了说require对象是具体的请求信息 跟不同的人 跟不同的请求的东西是有关系的 但是你现在来去看一眼 现在就有问题了 有什么问题呢 在flux当中这个require对象 它可不是局部变量吧 它是全局变量吧 它既然是全局变量的话 那你说了 我同样的一个试图函数当中来 然后呢在这里面去拿到require对象的时候 那这个require对象 它到底是哪个用户的请求呢 这点大家能明白什么意思吗 我们现在来去看一眼 比如说我们在这里面给大家去画一个图 画一个图之后呢 就比如说我们在这里面呢 后端当中会定义出来一个flask 它的一个程序 在这个flask程序当中呢 它存在着一个全局变量 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那个request 这个全局变量肯定没有问题吧 它都是从flask当中引过来的 但问题就是说 我们在这个flask当中所定义的试图函数里面 比如说我现在定义了个index 定义一个index试图函数当中 我为了获取参数 那好了 我怎么去做呢 我直接通过request对象 点form的方法 比如说我就是拿这个post里面的数据 所以get的方式拿出来一个值 拿取出来的值 比如说就是name 拿取这样的一个值 拿取这个值的时候 接下来我们来去看一眼 你现在把程序写完了 写完了之后呢 对应的路径你也绑定好 比如说就是app.rote 然后对应的 这个路径就是斜线index 放到这 放到这之后 假如说现在前端囊中 并不是只有一个用户 如果说你这个程序一旦放出来之后 访问你的是多个人 多个人同时向你去发送请求 那你说这时候会出现什么问题 我们说了 咱们这个东西写出来之后的话 对于跟服务器运行的时候 服务器是可以同时去接收 多个客户端的请求吧 假如说它是按照多进程 或者多线程的方式去做 假如说它就是按照多线程的方式去做的话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眼 这两个客户端都向我发送过来请求 然后呢 每个人发送请求的时候呢 访问的路径还是相同的 比如说这个人发送请求 那是index 然后呢 他所携带的那个数据里面什么东西呢 在body当中 他可能带了一个数据 带了一个数据 比如说name就等于说张三 放到这儿 这是这个人 他所发送过来的请求信息 紧接下来 还有另外一个用户呢 另外的一个用户b呢 他也是向我发送过来请求了 而且呢 他也是访问的这个路路径 只不过说 他所携带的这个参数 是不是参数呢 比如说就叫第四 那你现在来看一眼 两个人同时过来了 两个人同时过来之后的话 如果说我们flux这个程序 按照多线程的方式来去做 那也就意味着说 有了一个客户端 发送过来请求之后 我在后端当中的服务器 是不是就会创建出来一个线程 处理它呀 对吧 创建出来那个线程 执行什么代码呢 是不是就执行的 就是flux里面的 这个视图里面的 这个代码啊 那另外的用户又过来了 这个用户b 他也过来的时候呢 好了 flux也是创建出来一个 对应的一个线程 去处理它 那你说现在来 去做处理的时候 上面是用户 A的 下面的是用户b的 那你说这时候 我同样的一段代码 同样的这样一段代码 最终呢 被多个线程 比如说现在有两个用户 那就有两个线程 有两个线程运行起来了 两个线程运行起来之后 然后呢 在这两个线程当中呢 执行的都是同样一段代码 而这同样一段代码当中操作的又是同一个全局对象吧 那之前在去讲线程的时候 我是讲过呀 如果多个线程当中操作同一个全局资源的话 是不是会有竞争问题啊 对吧 那你说 我在这里面去执行的时候 这段代码一旦执行到 request.farm.get 它到底是说 从用户A的这个请求数据拿出来的呢 还是从用户B的这个请求数据拿出来的呢 你要发现它指的是不是都是同一个request对象啊 所以这就是我们说的 这一点是跟张狗当中不一样的地方了 张狗这地方的话 那好说 你在去执行的时候呢 这就是调用函数的时候呢 这个request对象 它不是全局变量 而是局部变量 你每次宪称一调用执行 它执行这个函数 它就会把执行这函数的时候 所用到request对象直接传给你了 就相当于用户A跟用户B 所调用的request不是同一个东西 flux面确实同一个东西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叫做上下文的概念 这上下文的概念指的什么意思呢 就是同样的一段代码 里面操作了同一个对象 request对象 但是真正在去执行的时候 它反映出来的 到底是用户A的情况呢 还是用户B的情况呢 跟它具体执行的那个时候的环境有关系 就相当于我现在跟你说了一句话 有我的铺垫 有我上面说的东西 也有我下面说的东西 就此时此刻我说的内容 就是属于我说的上下文了 我明天再去上课的时候呢 我马上哪怕提到了同一个概念 那也是跟我明天所讲的内容有关系 跟我今天讲的东西一点关系都没有 所以就是这样的道理 我在这个用户A 它的那个现成当中操作了 哪怕是同样一个request对象 好了 那这个request对象呢 反映出来的也仅仅是用户A的那个的数据 而在属于处理用户B的那个现成当中操作的 哪怕是同样的一个概念 这个概念的request对象 反映出来的数据也仅仅是属于B的 跟用户A的一点关系都没有 这就是跟它的所处的环境有关系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上下文的这样的概念 你当前执行过来的时候呢 request对象到底代表的是谁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上下文 那当前的这个上下文指的是 我们所说的request对象呢 是跟具体的请求有关系吧 所以呢把它叫做请求上下文 因为代表的是什么意思呢 代表的是你程序运行的时候 request对象反映出来的内容 是跟具体的用户请求是有关系的 所以呢我们把它叫做请求上下文 它的一个具体内容就反映出来了一个请求的东西 这个上下文的这个概念 大家能明白什么东西呢 先不用去管它是怎么去实现的 但是这个概念现在能明白的东西吗 就是同样的一个全局对象当中 在真正被去执行的时候 哪怕在多个县城里面同时被降下来了 在每一个县城里面所对应出来的 你所用户A的那个县城处理的时候呢 它反出来的就是用户A的那篇数据 而在处理用户B的那个县城里面执行起来的时候呢 request这个对象反出来的就是用户B的那个数据 彼此之间是相互隔离的 这一点大家能听说什么意思吗 解决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 那这个flux当中它是怎么去实现的这样的一种隔离的呢 就相当于它是怎么把这上下文给你实现出来了 不同的人操作出来拿的东西是不一样的东西呢 这是我们就提到过的一个概念 一个什么概念呢 叫做县城局部变量的概念 县城局部变量的概念 县城局部变量的这个概念指的是一个什么东西呢 就是本来原本它是一个全局变量 没有问题 但是这个全局变量在不同的县城当中操作的时候 看到的东西看到具体的内容确实不一样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全局变量 那它是怎么做到这一点呢 咱们可以去想一下 那在去想这一点操作的时候 我们来去看一眼这样的东西 你比如说这个request对象不是我们自己已经勾到的吧 这个request对象是谁勾到的呢 是flux勾到的吧 所以也就是说这个request这个项目始终都是flux去维护的 那我们可以简单的去理解一下最原始的 最基本的一个设计原型是什么样的东西 你就可以把它request对象呢 理解为它是一个全局的变量 而且是什么东西呢 是一个字典 你可以暂时先把它理解为就是这么一个字典类型的数据 在这个字典类型的数据当中的时候呢 它里面会保存什么样的内容呢 并不是一上来 好了我在这里面去存取的时候呢 优户发送过来的数据当中会定义到request当中 但request当中的话 里面可能会用到我们的这样的一个form 这是我们上次说过的吧 里面可能有form的东西 然后呢还可能有什么东西呢 还可能有上我们说的args啊 还有我们说的这个data都是有东西东西的 但是这些东西的值可能并不是作为一个顶级的元素 而是说它很可能在这个字典当中呢 它是怎么去做呢 在这一级元素的外层还有欠套 怎么去欠套呢 在request对象当中的话 我以什么作为件呢 我以这样的线程编号作为件 比如说当前处理用户a的时候 好了我肯定得创建出来一个线程专门去处理你 那这个线程的编号是多少呢 比如说把它就叫做线程a 然后呢我以这个线程的编号为作为件 然后呢在这个件里面 我再去写相对应的字典的数据了 这里面再去包含相对应的 你比如说可能我们会用到的这个form啊 它的值是多少 那比如说可能会用到这个args 它的值是多少 放到这 那你现在来看一下 对于线程a 比如说线程a就是处理用户a的 那它的这个数据呢 可能在form当中就包含了一个东西 包含了一个什么东西呢 包含了一个name 它的值是多少呢 它的值是张三 它可能就包含了这么样的一个值 我们把它放到这 包含了这样一个值 包含了这样一个值之后的话 那你现在来看一下 当前呢就有了这样的一个完整的值 有一个完整值之后 接下来再来看一下 在request对象当中的时候呢 它可能还会包含着另外一个东西 这是我们再去设计这个全线程局部变量的时候的一个最基本的方法 就是按照这么方式去做的 我们再来看一下 可能还有一个线程b 这个线程b呢是专门用来去处理用户b的这个请求的 所以呢在用线程b的时候呢 又以它为键 我再去构造一个数据 在这个数据当中呢 可能会包含这个farm所对应的东西 然后呢里面可能会包含着它所传过来的数据 它传过来的这个也会包含一个name 比如说它的值呢就是离四 放到这 放到这之后呢 可能还有相对应的args 因为里面url没带参数 所以都是空的 那如果还有其他的线程的话 那其他线程呢也通了全部都属于request这个对象里面的一个内嵌的子元素了 这时候你再来去看一下 当我们在一个具体的线程当中去操纵了request.form往外拿取值的时候呢 这时候呢是flux当中帮助我们去补助完成了request的对象提起参数 它怎么去提起呢 你当前这段函数被执行的时候肯定是在一个线程之内去执行的吧 到底是哪个线程它是能够去获取出来的 所以呢你再通过request.form.get的方式往外去拿的时候怎么办呢 从这个全局的request对象当中 根据你当前所处的线程编号 然后呢自己去把request对象属于这个线程的这个数据值就取出来了 取出来之后的话 然后呢这时候拿到值就是属于你线程当中所对应的了 所以你要farm好了 我就看一下form里面有什么值 form里面又是一个字典 那对应的你要拿name 好了我就把这个name发给你 然后呢如果是线程b去处理用户b的时候 也是同样执行了这一段逻辑 它在进行操作的时候呢 也要调入request.form.get 好了那再去调入request.form的时候呢 那这个form不是简单的一个属性 也是flux面去维护好的 所以调入这个form属性的时候呢 它又去根据你当前的线程的编号 发现你是线程b 所以呢我就去request对象当中 去找到属于线程b的里面包含的数据 是什么样的内容 然后呢这时候呢 我把这个内容给你拽出来 你说这样的是form里面的 好了form在这里 你要的是name 好了name就是彼此 所以这样同样一个代码 哪怕操作的是同一个全局对象 你在不同的线程当中取出来的值都是不一样的 就是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做到了隔离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叫做线程局部变量 意思就是说本来是一个全局变量 但是现在在不同的线程当中去使用什么 你就当作是你自己独有的 跟你别人拿的东西肯定不一样 就把它叫做变成了一个局部变量 是一样了 那这个意思大家能明白什么意思了吗 就是flux帮助 已经帮助我们封装好的了 对是这样的意思 但是你肯定创不见不了那么多个一万个线程 原来这就是说我们说的做vip当中 你的这个服务器的能力到底有多少 指的就是刚才你说的 你说来了一个万一个用户 我这边一定能够创建一万个线程处理吗 并不是的 我们说的这个来了一个万个用户 一万个用户 我们这里面到底能够去处理多少 在服务器当中有一个叫做并发的问题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并发的问题 所以呢通常情况下 一谈到你的这样的能力呢 就是说你的并发能力是多少 就相当于给你了一万个请求 最终你难道真的能够去接受一万个请求吗 并不是的 你很有可能一台机器 你只能去处理一千个请求 或者连一千个请求都不到 你可能只能处理几百个请求 这就跟你每去创建的服务器模型有关系了 如果你使用线程的话 线程资源比较少 还好说你能多创建一个 如果你服务器模型使的是进程 每一个进程代价是不是要比你线程要大得多呀 所以呢创建出来的更少了 所以就是关于这样一点 到底能够去处理多少 跟你的服务器能力是有关系的 所以想到有了多少个线程呢 在这个建议量当中呢 就维护着属于多少个线程里面的对应的资源 如果一旦那个线程被销掉了 线程被退出了 那好了 那在这个require对象当中 属于那个份线程里面的资源又没了 什么时候 他又有新的职的时候 又有一个新的客户 像我请出过来 我这边又要创建出来一个线程 去处理它的时候呢 他再把请求好的数据 在c到require对象当中 根据这个线程的编号 绑定到一起 你再去操作的时候呢 我就给你摆出来 是你当前线程里面的东西了 就是这样的一点 大家能明白这个意思吗 好 这是我们所说的 叫做这个局部 我们把它叫做线程局部变量 实际上说白了 它就是一个全局变量 全局变量 然后呢 叫做线程局部变量 那个原因 意思就是说 使用起来 使用起来 就像线程的局部变量一样 这是关于这样一点 好了 这是我们所说的 那这个require对象呢 它就是按照这样方式去做的 然后呢我们就把这个require对象呢 就叫做请求上下文 根据不同的人拿到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它是根据请求有关系的 所以叫做请求上下文 它是require对象 那除了这个require对象 是请求上下文之外 还有什么东西呢 那你说呢 我们回过来来看那个 讲session的时候 这个session也是根据 每个用户的请求有关系的吧 对吧 但是你看这个session 实际上是不是也是一个全局变量啊 所以它也是请求上下文 是跟每个用户的请求是有关系的 你在这里面拿出来这个session呢 只跟用户的 这个特定的用户有关系 你用户b在这里面再去执行的时候呢 拿出来session数据 又是属于用户b的了 所以呢 这也是一个请求上下文的概念 那除了请求上下文之外呢 还有什么东西呢 还有一个叫做应用上下文啊 应用上下文呢 指的意思 我们之前已经用过一个东西了 就是current app了 这个current app 我们之前在跟大家去讲的时候 说过了怎么去用的呢 就相当于你在你的试图函数当中 如果说你想要去读取 关于app当中的一个特定信息的时候 我们说了你一方面可以通过 app.config直接往外去读吧 然后还可以怎么去读 还可以通过current app.config.get 对吧 还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进行读取操作 那我们就说了 你在试图函数当中反映出来的 这样的current app指的是谁呢 就是当前你flux应用 所对应的那个app对象了 就相当于 我在我这里面进行使用的时候 看一下 比如说我在这里面去引入一个current app 引入current app之后的话 然后呢 我在我这里面 如果想要去操作全局对象 app的话 我就可以直接操用current app 然后呢进行读取操作 那你在这里面看到 我当前操作current app 实际上操作的是这个app啊 但是如果你自己 你在去写的时候的话 你起的名字并不一定叫app吧 你实际上 你不可以把它叫app2啊 你叫app2的话 那我在这里面进行操作的时候呢 这current app是不是又反出来的是app2 这东西啊 所以就相当于current app 到底反出来的是谁 就是当前的这个试图所在的整个应用是谁 整个应用就是flux应用 这个flux应用是谁 它反current app反出来的就是谁了 所以呢 我们说了 这current app也是一种上下文 你在这里面拿到这个值的时候呢 是根据你当前所属的环境有关系的 但是呢 只不过这current app 跟用户的拒责请求没有关系 而是根据整个应用程序是有关系的 所以我们把它叫做应用上下文的 这样的概念 那这个应用上下文的概念 大家能明白是什么意思的吗 这是应用上下文 然后呢 紧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 那除了这样那个应用上下文之外 除了current app属于应用上下文之外 还有哪个东西呢 还有一个g变量 这个g变量是什么东西呢 它也是属于应用上下文 跟具体的请求没有关系 然后呢 怎么说呢 这个g对象呢 它跟current app也不太一样 我们把它叫做应用上下文的一个意思 就是说它跟具体的请求没有太大的关系 然后呢 相当于你无论什么时候过来的时候 我一旦导入这个g变量 好 导入这个g变量之后的话 我在我的视图行程当中可以直接去使用 g变量是什么东西呢 g变量就是一个空的一个对象了 它就相当于是一个存储容器一样 你想往里面存什么数据随你的变 比如说一上来g对象就是空的 我想让它去保存 让它帮我去存储一个变量 帮我保存一个什么东西呢 比如说刚才已经登录好了 登录好之后的话 我既可以用session来保存 我还可以什么东西呢 我可能还会用到g对象 那么好 我就用这个g对象 把当前的用户名字 你给我保存下来 我怎么去保存呢 它是一个对象 我就按照对象新增属性的方式来进行操作 我说了 对象这些是不是可以添加属性啊 添加属性的话 直接通过g点 你给它c一个属性的名字 后面再设一个值 这个属性就变到这个对象里面去了 所以就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进行设置 这个属性名字是什么东西 都由我们自己来去指定 比如说我在这里面去随便去写一个东西 写完成之后的话 你想保存多少个值 你就保存多少个值 这是关于这样一点 然后呢 那紧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 那这个g变量有什么用呢 这个g变量 只要是在你本次请求之内 在你本次请求之内的话 按照正常情况下 一次请求会对应着一个这样的函数 然后呢 再对应着是一个 对应着一个这样的路径 再对应着是一个试图函数吧 对吧 试图函数一执行完成之后 那它所代表的 实际上就代表这次请求处理完了 对吧 但是你说一次请求当中 难道只能有一个函数被执行吗 不一定吧 我可不可以在这里面 额外再定义出来一个函数啊 比如说在这里面 随便定一个函数 叫做say hello say hello的函数当中的话 我做什么东西呢 就是在login的这里面 我可以在执行完成之后 我调一下say hello 可不可以啊 可以吧 那你说这时候 我一旦这么去调的话 say hello这个函数 实际上也是处于本次请求之内的 一段代码的弄断 一部分吧 也是一部分吧 所以那这时候怎么办呢 你现在来看一下 只要是在一次请求之内的 多个函数之间 你如果想传参数 就可以通过gb量来去传了 你可以在这里面 就像他一开始的方式 不通过gb量 你传user name 你传一个什么张三过来 我在这里面 就得去接收一个user name 这样传没有问题 如果你不想这么去传的话 你觉得你的变量很多 你想传来传去怎么做呢 那你这时候呢 就能用上gb量了 你就说你在这一顿当中的话 你把这个要保存的数据呢 先通通的全部c到这变量里面去 c到这个对这项当中的时候呢 我接下来在底下想要用的时候呢 直接就通过 比如说想要拿这个用户名 就直接通过g.user name 你拿出来的这个值呢 就是刚才你c进去的那个值了 就是说可以用这个g段项 来在一次请求当中的多个函数之间 来传参数 这就是说它是一个额外的 这么一个工具了 那我们现在呢 还不去用 我们在哪呢 在项目阶段的话 我们会用到这个g变量 所以呢 到时候呢 咱们再去说 现在大家就要有一个印象 知道有这个g对象存在 它是一个应用上下文 然后呢 它跟请求没有关系 它可以在这个 一次请求的多个函数之间 来传递参数 就知道这样一点 然后呢 还有一点 什么一点呢 这个g对象 我们之所以把它叫做 全局上下文 全局上下文的原因就在于 每次进入到 具体的试图函数执行之前 这对象都会被plus给清空掉 就是相当于 你上一次请求 进入到这里面了 你塞到这个数据 下一次再进入过来的时候呢 这对象又是空的了 它会给你每次进行处理之前呢 都会把这对象清空 清空之后呢 再进入到这一次的处理当中 来进行执行 然后呢 当你这次请求 完全都完成之后 返回之后的话 然后呢 接下来再进入到的时候呢 这变量又被清空了 所以呢 这是关于这个 这对象 它的一个意思所在了 像我们这样子说的 它是专门用来临时 存储工具的 存什么东西 由我们自己来去决定 每次请求的时候呢 plus都会把这个 这对象呢 给你重新设置一下 重置一下 里面所有东西 全都清掉 所以呢 我们现在要知道 有这个请求上下文 跟应用上下文的 这样的概念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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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